大V5范冰冰私生子传言遭索赔50万。法院将审。 原标题,65岁大V5范冰冰私生子传言遭索赔50万。北京朝阳法院将开庭审理。 范冰冰私生子传言曝光罕见为乃赵外泄,爸爸是红金宝。 3月11日,65岁的湖北隋州大V向穆森在其个人微博我说我评转发了此文。 5月27日,她收到了法院传票,原告范冰冰俗称自己名誉权受到严重罪。 5月27日,她收到严重侵犯,索赔50万元。 孝穆森收到的法院传票。 6月13日,上流新闻记者,全国新闻热线,M17702387875at163.com, 从范冰冰代理律师杨女士处获悉,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将于6月25日开庭审理该案。 范冰冰在诉状上阐述的事实与理由是,2018年3月11日,孝穆森在其个人微博上发布博文宣称,近日,范冰冰私生子真容曝光,更有十分罕见的范冰冰为奶照外泄。 范冰冰私生子真容曝光后,传范冰冰私生子爸爸是红金宝。 知名博主北京东宇通过微博曝光范成成尽照,照片中的男孩戴着一副黑框眼镜,显清秀可爱,范成成长得与范冰冰并不太相等。 范冰冰认为,孝穆森所发布内容及网络文章毫无事实依据,系人身攻击和公然诽谤。 截至公正取证之时,孝穆森的微博账号粉丝数量高达50万余人,涉案微博的评论及点赞数量达8000多次。 所发布的诽谤言论传播范围十分广泛,给范冰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,带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和创伤,构成对范冰冰淋欲权的严重侵犯。 范冰冰的诉讼请求是,判令孝穆森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,即涉案个人微博主页制定位置公开赔礼道歉。 至范内容应包含本案明示判决书的主要内容,网络中至范持续时间不少于90日,索赔经济损失20万元,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,共计50万元。 还有范冰冰冰签名的民事起诉状,这份有范冰冰签名的诉状日期为5月8日。 孝穆森介绍,这篇文章是他转发别人的,转发没多久就被微博后台删除,自己并没侵权,他准备应诉。 范冰冰的代理律师杨女士介绍。 范冰冰开始起诉的是微博,微博把作者相关信息告知给他后,这才将作者一同起诉。 此外,上流新闻记者了解到,发布同样的范冰冰新生子传言,也有人遭遇起诉,诉状内容均是类似的版本。 上流新闻记者 牛太 上流新闻记者